德勒兄 你是這個BMX 我說BMX越野單車跟這些脫離不了關係 就國家級教練幫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以這樣的越野賽來講 就是說它跟BMX不同的是它輪跡比較大 它比較屬於登山車 所以它可以有變速 那BMX它是單速 它是沒有變速的 那現在您看到的 因為它的坡度相當的陡 而且也相當的泥膩 那這種比賽是具有所謂的比較極限 就是在心理克服上面 是比較要有膽識的 比較要有膽識 其實車子的考驗也會比較重要 對 還有體力 像碰到這種泥膩 它還可以繼續展現出它的這個 車子的實力 對 的確是相當難得 不過在這邊呢 其實我們要提醒大家 參加這種比賽 護具就不能少了 對 基本的護具應該包含那些 應該是有 來 請警長介紹 第一個最重要當然是安全帽 安全帽就是保護我們的頭部 第二個當然就是手套 手套 它必須繁滑 當然在下坡車 下坡的要求會更高一點 除了安全帽 還有護盔 護膝 護膝 這個都是必備的 所以鄭國本來是想故意問一下德爾熊 為什麼他都沒有穿護盔這些東西 用的是在下坡賽的時候 對 下坡賽的時候會進行 不過這個賽道大概多長 這個賽道 目前這個 繞一圈是三公里 三公里 對 所以當天像精英組跟市民組 他要繞幾圈 要四圈 精英組要四圈 所以說四圈的一個比賽 這樣子大概四三一十二 十二公里 十二公里的一個距離 不過我們看到這樣的競爭 其實彼此之間 大家超越的時候 有沒有些特別要注意的東西 像我們開看四輪賽車的時候 大家都會要遵守一些規定 有沒有這樣子超越的過程 如果在正式比賽的時候 他如果落後的選手 他要無條件的靠邊 不用停下來 只要靠邊 讓領先的選手超越就可以了 領先選手超越 對 那如果說兩個勢均力敵呢 在超越上面有沒有說 什麼要規定 會犯規或幹嘛 當然除了身體跟車把 不能去碰到對方以外 你都可以技術性的去超越 這樣子 OK好 當然這個裡面的賽事 好相當精彩 我們在中南部的這些 好手相當的多 對 北部地區辦的機會 大概會在什麼地方 北部像桃園的虎頭山 早期的北投的小平頂 都會有 還有那個很漂亮的那個 產茶葉那個叫什麼 平領是吧 平領 也很棒 平領這個地方也很棒 不過宜蘭也不錯 這次參加的好手選手裡面當中呢 有哪些比較值得大家矚目的 除了有像老國手劉書銘啊 還有桃園有兩個堂兄弟的姓江的 他們也不錯 所以其實越野賽 因為我們這次是屬於全國賽 所以來自北部的很多都有去參加 包括國內很強的一支隊伍 Specialize 他們都有去參加 參加市民組的三十歲組 市民組的 對 我們待會看看會不會他的畫面 現在是這個 越野賽 是 我們繼續的好好的來看一下 不過剛剛講說 這樣上坡下坡的比例 好在這個路線的規劃上面 有沒有一定的設計 沒有 越野賽完全是按照主辦區或主辦國 他的挑出來的一個地形地物 就是他並不像說田徑 有那麼標準的一個幾公尺啊 什麼之類的 他完全是利用地形地物 但是條件大家都是一樣的 那樣子 所以他有相關的級數嗎 有這個場地的級數 級數的話 並沒有太正確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標準 那所以 我們看到的這樣的級數 應該算是 以國際賽來講是算B級 算是B級的 對 算是B級的 不過這個 精彩的越野賽看完之後呢 其實我們講過 這次的賽事 包含了越野賽跟下坡賽 精彩的下坡賽是 廣告過後 馬上要開始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我們稍後看 歡迎大家繼續進入到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很高興跟大家分享的是 GT杯的越野賽事 來 剛剛大家透過螢幕已經看到 我們進來了一個新朋友 我們來歡迎我們這個 CSG 亞太地區的業務經理 我們歡迎Edward WelcomeEdward 非常標準 非常標準 警長可以稍微介紹一下Edward嗎 Edward 他現在目前是我們CSG 這個集團 在亞太區的業務總經理 目前Edward 他也是第一次來台灣 我們非常榮幸邀請他參加 這次的鳳山水庫的GT杯賽事 所以他自己也參與相關的賽事 Edward 他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選手 是如此的 我們待會再來瞭解他一下 是 那我們先請Edward 跟我們看看我們這個次的精彩賽事 不過我們剛剛介紹說 這次的賽事包含了一個下坡賽事 對 德兄 下坡賽事是比越野賽事 來得又更精彩 更刺激 它就是俗稱的Dunghill 完全是一路從山頂衝到底 一公里這樣 這樣子大概距落差多少 落差應該少說也要100多公尺 200公尺左右 所以現在不是在 現在是大家準備就定位 現在是大家拉著車要上坡 準備就定位 上到頂 上頂 才能夠滑下來 目前在下坡賽事當中 比較值得注目的一些選手 目前有像 有一個叫做 你看我們這個 老前輩 林薇智 郭佳鎮 都不錯 都不錯 所以到這邊 他算是一個起點 出發點 對 我們間隔一分鐘 放一位選手 間隔一分鐘 對 那現在出發的選手 他是一路 就要 經過髮夾彎以後 他會有一個非常非常 陡的一個坡 所以說這樣子間隔一分鐘 基本上是追不過去的 追不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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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說這樣子就是 開始算他的時間 對 下坡車跟越野車 這邊要問一下警長了 下坡車跟越野車又是不一樣 有一個老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